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有没有看过HBO的影集《病与火之歌》? 如果没有我长话短说 基本上就是一群人杀来杀去 只是为了一张用千只刀剑组成的王位宝座 如果你不够格当国王或女王 坐在这张椅子上还可能被割伤 今天我们要介绍现代版的王座 我保证百分之百安全 最一开始是为西班牙国王与王后所设计的座椅 巴塞罗那椅 到今天 巴塞罗那椅被誉为现代设计的象征 已经成为现代设计家具的大师级工艺品 巴塞罗那椅的设计师是 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与莉莉瑞克 虽然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设计师是密斯凡德罗 但在这之前 先让我们花几分钟认识一下 巴塞罗那椅的女性设计师 莉莉瑞克 莉莉瑞克是德国的设计师 她所设计的范畴 除了室内设计与家具设计之外 她还是布料设计师 以及展览空间规划师 她是密斯凡德罗专属的专业合作伙伴 从1925年到1938年长达13年之久 直到密斯凡德罗移民到美国 莉莉瑞克是现代化建筑设计运动中很重要的人物之一 路德维希 密斯凡德罗 她的本名是 玛丽亚路德维希 迈可 密斯 1886年3月 在德国亚称氏出生 通常人们用她的姓氏 密斯 称呼她 在她开始以建筑师的身份 勇闯事业时 她将母亲的娘家姓氏 凡德罗 加入了她的名字 这让这个名字有了一些贵族的感觉 为了避免冒犯真正的德国贵族 密斯采用的是荷兰语拼法VAN 而非德语拼法BON 她与阿尔瓦阿尔托 勒克比义 华特葛罗培斯 与法兰克洛伊莱特 并列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先驱 密斯凡德罗的父亲是一名石匠 她拥有一间小小的石匠店 密斯凡德罗虽然从来没有受过正统的建筑专业训练 但她从小便跟随着父亲到不同的工地帮忙 15岁之后 她便开始在雅琛市不同的建筑师旁边当学徒 她负责描绘建筑装饰轮廓 在由石膏师傅依照密斯凡德罗的描绘 打造建筑装饰物 这项学徒工作奠定了密斯凡德罗的线性绘图技巧 这个技术在她往后所有的建筑设计案中有很大的帮助 作为现代主义运动的崛起人物 密斯凡德罗被选中为1929年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国际博览会设计德国展馆 由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 1929年是德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博览会 战后德国的新民主政府渴望借由这个德国展馆 向全世界展现德国真诚的希望 展开新世代的精神 除此之外德国当时几乎没有提出其他的要求 让密斯凡德罗能够自由追求他对建筑最核心的理念 自由流动的空间 与之相伴的只有天宁大理石 即面个玻璃和玛瑙所形成丰富而抽象的外观 透过大师级的比例规划 密斯凡德罗打造了一个充满流动性且前所未见的空间 德国展馆所使用的材料可以说是超越了当时工业建筑材料的水准 也因为如此大大了提升往后建筑材料选择的标准高度 在德国展馆中巴塞罗那椅与椅凳是为了让西班牙国王与王后 在展览开幕式时有坐下歇息的地方而设计的 密斯凡德罗决心要设计出一张值得让皇室使用的椅子 有人认为那有着标志性剪刀椅角的巴塞罗那椅是出自古埃及 或者古罗马的折叠椅凳为设计概念 这种有弧度的椅角做电用布料包覆的凳子是当时古罗马最高级的文职官员才能使用的 密斯凡德罗曾说 我觉得在我们的文明世代中总会有一个方法可以把旧与新和谐的融合在一起 他办到了 1930年开始 密斯凡德罗在摇摇欲坠的巴豪斯学校担任最后一届校长 1932年 德国纳粹强迫国家赞助的学校离开德少的校区 密斯凡德罗便将学校搬到一座废弃的电话厂 1933年4月 盖世太保对学校进行了突击 7月 由于纳粹的压迫使学校无法继续营运下去 密斯凡德罗与教职员工投票关闭了 保好斯学院 纳粹认为他的风格不够德国 因此密斯凡德罗无法在德国接案子 那些年中 密斯凡德罗几乎没有任何的建筑作品 由于纳粹的这些行动 密斯凡德罗不情愿的在1937年离开了他的祖国 之后前往芝加哥新成立的伊利诺旅工学院担任建筑系主任 在那边他发展出芝加哥建筑第二学派 密斯凡德罗在建筑界中是很重要的一名教育家 他相信他的建筑语言是可以被学习的 而且可以被应用在任何现代建筑上 他甚至为伊利诺理工学院的建筑系建立了新的三阶段教学方法 来取代建筑系中传统的学院派教程 直到现在 有些密斯凡德罗当年所设计的课程 仍在伊利诺理工学院建筑系大一大二生的课表中 密斯凡德罗留下许多知名建筑 这里介绍几个密斯凡德罗的有名建筑作品 伊利诺工学院的皇冠厅 同时也被列为国家历史地标 纽约公园大道上的西格拉姆大厦 俯瞰芝加哥河的前IBM大楼 现在更名为AMA大楼 虽然巴塞罗纳伊看起来很摩登 但其实它的制作过程是非常传统 而且相当费力的 在悬壁仪角的设计下 巴塞罗纳伊显得格外轻盈通透 马鞍皮带制成的弹性皮条 一条条绑在抛光镀铬的不锈钢椅框 支撑起被牛皮包覆的高密度泡棉椅 金属椅框原本是设计成螺酸固定在一起 但在不锈钢跟无缝焊接的技术出现之后 密斯凡德罗在1950年重新设计了巴塞罗纳伊 他将金属椅框改为光滑无缝隙的钢条 他还用牛皮取代了原椅子中使用的昂贵猪皮 巴塞罗纳伊展现了密斯凡德罗对建筑高级率的标准 线条之美、优雅的比例和金属特色 椅子本身是由两侧抛光镀铬的不锈钢椅脚支撑 从侧面观赏椅子 金属钢架架构成了椅背的支架 并往前延伸成为前脚 与坐垫部分的S型脚架十字交错 这个简约的设计灵感除了之前提到的古埃及折叠凳之外 还有19世纪新古典主义时期流行的椅子 高密度泡棉坐垫是由单张牛皮缝制成的椅套所包覆 再由手工研磨与手工抛光的各式面的钢架条支撑 为了呈现精准的钉扣设计 每一张牛皮都是手工裁切与装订 巴塞罗纳伊目前是No公司的注册商标 特别的X型椅角与简约又优雅的设计 巴塞罗纳伊就像一个磁性发电机吸引着许多电影导演 特别是那些想强调未来感的科幻电影 例如2010年的Tran光速战绩 2016年蝙蝠侠队超人正义属光中的蝙蝠侠湖边别墅 2006年007首部曲皇家夜总会 2009年恋下500日 2006年007谁与针锋 2000年American Psycho 美国杀人魔 和2010年的钢铁人2 巴塞罗纳伊可以算是当代电影中最受喜爱的家具 巴塞罗纳伊与他的脚凳被称为现代王座 很多人以为脚凳是拿来放脚的 是没错 但之前去参观Design Within Reach的时候 里面的设计顾问告诉我 椅凳当时是设计给与西班牙国王与王后对谈的人的座椅 虽然巴塞罗纳伊问世后马上得到全世界的关注 但是在推行后的15年间 只有生产少少的集张 直到1940年代 No家具公司拿到巴塞罗纳伊的制作权后 他们才开始大量生产直到现在 巴塞罗纳伊的价位 会根据顾客选择的皮革种类而不同 价格范围是每斤7974元到10448元 折合台币是新台币20866元到新台币328715元 除了椅子与脚洞之外 另外还有长睡椅与桌子都在巴塞罗纳系列中 这张93岁的椅子现在仍在设计界中有许多共鸣 我们可以在住宅室内设计 办公室饭店大厅等商业设计中看到它 巴塞罗纳伊是上个世纪最知名的标志性家具设计之一 可以称是优雅的象征 巴塞罗纳伊具体化了密斯凡德罗最有名的真言 少即是多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 拜拜